杨超越选唱作《练习生笑成一团》,他说出的理由却令大家直呼666 杨超越选唱作《练习生笑成一团》,他说出的理由却令大家直呼666 创造101正在热播中,节目自开播以来一直保持着超高热度和网络联系量 随着节目的爆火,《练习生》的人气也在不断攀升,杨超越就是其中一个 杨超越评级他的颜值和性格备受网友喜爱,也被网友称为是村花 伴随着高人气,争议也随之而来,杨超越的实力一直以来饱受争议 最新一期节目中,根据练习生的志愿以及导师的选择,练习生们分为了唱作组、声乐组和舞蹈组 基础一向不被看好的杨超越选择了难度最大的唱作组,连导师胡彦斌都称杨超越选择唱作组出乎意料 近日,节目组放出的一段花絮视频中,黄紫涛对于杨超越选择创作也是大为意外 练习生们对此更是笑成一团 杨超越选择唱作组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称唱歌好的人选唱作有点吃亏 跳舞好的人选择唱作也吃亏 而他都不好他尝试唱作可能能够挖掘新的自我 黄紫涛追问杨超越导师是否会喜欢他 他回答称导师喜欢白纸,白纸可以会画出更美好的蓝图 对于杨超越的回答,练习生们只乎666 杨超越作为队长的唱作下 小组将给观众带来麻烦少女,对此你期待吗? 欢迎留言,分享你的想法